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配合不同的音樂 舞者隨之變化 嘗試著不同形態的演出 這是基隆士 傑出演藝團隊 綻放中東舞團 從2016年起 以連續獲得7年的 基隆士傑出演藝團隊殊榮 更在2020年開始 既以朝向走出劇場模式 結合環境劇場等不同元素進行演出 也曾經與基隆商工 航空電子客合作 嘗試與無人機共舞的演出 大火師聲好評 在2021年的演出中 特地媒合海科館內的 發電廠以及廣場 作為舞台展演空間 進行不同於刻板印象中的肚皮舞 當時已嘗試加入 現代舞、中國舞等元素 雖因疫情爆發 減少公開性質的演出 但也沒有因此 停滯、求新、求變 在2022年開始 由團長、影鏡、古典舞、空中芭蕾 甚至於空中瑜伽等課程 希望經由多元的刺激與練習 內化提升團員的能量 團員代表黃家銘說到 2021年我們在古蹟中起舞 海科館環境劇場 2022年學習空瑜 將中東舞融合古典舞、水秀、各種元素等道具 做豐富的呈現 希望帶給觀眾耳目一心的感覺 基隆市即將舉行的城市博覽會 團員們戴著口罩努力的練習新的舞碼 綻放舞團也將融合不同的舞風 配合基隆市文化局的城市博覽會相關活動 將於國門驛戰活動中進行展演 透過以中東舞為興趣基礎 加上勇於挑戰的態度 成就多元在地化的展演 演出時美美讓人驚豔 公民記者蔡宗和基隆市安樂區採訪報導